最近几年,中国在基建领域取得了不菲成就,因此也被许多国家赋予了基建狂魔的称号,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,已经为许多国家建造了众多超级工程。 但是巴西在修建国内跨海大桥的时候,拒绝了中国的好意,直接选择了日本,无料造出来的大桥还没用上几年就倒塌了,造成多人伤亡。 那巴西方面为何要拒绝中国呢?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。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,在观看之前,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,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。 中国的基础建设能力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认可,在自己国家内部建设的同时,中国也还在国际上积极对外进行援助建设, 因此有许多国家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,帮助他们建造众多超级工程。 而当这一切消息传到美洲的时候,作为南美洲大国之一的巴西,想让中国来建造国内的跨海大桥。 毕竟中国的基建技术,无论是质量还是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。 对此中国也向他们提出了很多建议,持着友好相处的态度,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。 本以为很快会签订合作事宜,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消息被日本得知后,他们便立即与巴西政府取得联系,并且开出了一个低于中国的报价。 最终这一工程被日本抢走,但日本方面因为报价太低,只是想着在预算内把这条桥造好就行了,完全没有顾及到实际使用情况,以及各种突发风险。 所以在建造大桥时选择的物料也比较劣质,桥墩被船只碰撞后,导致桥梁中断发生坍塌,当时十余辆通行汽车纷纷从桥面落下,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。 这一事件也给巴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,当时遭到船只撞击并发生断立的大桥,位于巴西帕拉州莫茹河上。 事发当天,一艘货轮正在帕拉州莫茹河上行驶, 由于船的高度高于桥面,于是造成船体和桥墩发生撞击,当时四辆汽车直接坠入河里,最终造成15人伤亡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桥梁被破坏以后,而撞上的桥墩的货船却只是受到轻微的损伤。 这让人猜到,日本修建这座大桥时是一件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。 当时政府人员表示,如果要修复此座大桥,那么必须要耗时两年之久, 并且还要额外支出2000万美元的费用。 这一切后果让巴西感到懊恼,后悔当初没有把这项工作交给中国来做。 而在这次桥梁坍塌事件发生以后,日本方面表示可以对受损的桥面进行修复, 但所有费用需要巴西方面独自承担。 面对大桥的坍塌,日本方面不仅不打算赔偿巴西, 甚至把责任直接推回去,目前巴西就只能自认倒霉。 事实上,巴西这次造成的悲剧完全是他自己的原因。 当时如果选择让中国来建造这条大桥, 同样的价格,中国建造出来的质量不仅会比日本建造的桥梁更好, 而且还会根据建造大桥经验,会给桥墩加上防撞机措施。 中国在保证基础建设的同时,更重要的是考虑桥梁的安全性。 现如今,中国的基建能力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认可, 并且凭借经济的高速发展,在国内也建造了众多基建项目, 因此也拥有了世界公路里程世界第一,铁路里程世界第一的极高荣誉。 整个国家对于建筑的设计也赶超世界一流的水平,实现了质的飞跃。 所以在工程基建领域,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, 但是作为工匠大国,我们一直秉承友好合作的原则, 如今也有更多的国家也承认中国的基建实力, 相信未来我们也能够看到更多的超级工程。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,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